你知道上海今年有多少人失业吗? 那些失业的人都在干什么? 发现吗? 现在上海到处都是跑滴滴干代价送外卖的 只要你在路口停留一下 看看外面都是外卖小哥 干的人真的太多了 已经人满为患 看看他们要么坐在那里等单子 要么就是坐在电瓶车上等单 反正哪里都有外卖小哥的身影 据说一天下来也接不了几单 勉强养家糊口都难 还有就是开场的老板也换了一批又一批 包括很多餐饮也都贴着转让 毫无例外 这就是大环境不好 不盈利的煤店只能关煤 也有好多像我们这样的上班族 包括我老公下班的空闲时间也会去跑外卖 现在在上海能拥有一份工作 每个月能按时发工资 别说双休了 就是没有休息的工作也要好好的珍惜 毕竟现在的工作不好找 我有个同事今年5月份被裁掉的 昨天打电话给我说 到现在也没找到工作 都快无法维持正常生活了 还问我有没有工作帮他介绍一下 我说你们可能不信 现在很多公司都拖欠 甚至有的同事单位也开始裁员了 还有很多看上去非常豪华的写字楼 也只是个空壳 里边根本没有人办公 都说铁打的商场 流水的商铺 今天我去旁边的大润发超市兜了一圈 里边的人也都寥寥无几 当然这也不是说明大家没有钱 也有很多有钱的人 我相信那也是他们以前存下的家底 所以说以后大家还是要多存点钱吧 要降低消费 能不花的就不要花了 为以后的生活留一份底气和保障 现在上海的就业市场可能真的不太好 今天 今天我又被告知了 就是我认识的一个人 他被离职了 就是被离职 之前我是有拍一期视频 关于我另一个朋友 他是失业大概一年左右吧 就离职到现在大概在一年左右的时间 现在还属于在家里面在带就业的状态 就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然后真的没过太久啊 又有一位是被失业的了 现在上海真的就业行情不太好 而且不是说就业行情不太好 现在整个上海的这个市场 就企业的生意 企业的单子都不太好 就是我上下楼的时候 我隔壁的这一些单位们都在说生意不好 然后内部有点混乱 就是我知道了 就我的圈子就是上下楼 我们周围的这些企业们 还有老板们的反馈 生意都不好 就没有听到哪一家说生意是好的 当然生意还是绝对有好的人存在的 我指的是就大多数的普通人 普通企业 生意都不太好 而且现在形势挺严峻的 就是我知道的 周围遇到的 了解到的 就失业了之后 找工作真的是一个头疼的问题 上海这边工作真的不咋样 就不是那么好找 大学生找不到工作 失业的人找不到工作 真的很正常 因为现在现有的岗位 可能都危机 自伏就是没有那么大的工作需求 没有那么大的工作量 没有那么大的市场需求 你想一个公司 他都没有业务 他都没有订单 他哪来的工作量 哪来的人员配备需求 所以很矛盾 就是现在整个大环境下行之后 所有的订单在下降 销售额在下降 所有的一切的一切在下降 包括你员工的工作量也在下降 所以导致员工的数量也在下降 所以说你说 硬件生怎么找工作 这个失了业的人怎么找工作 除非你真的是天赋一笔 能力超群 能够扭转公司这个逆势的局势 那你到哪里都能找到工作 哪里都需要你 但是只要你是个普通人 你只是拥有普通的技能 那抱歉 现在真的不需要 这不是说你能力不行 你的价值不行 是工作岗位没有工作量 或者工作量不饱和 没有需求 这是当下最最大的问题 市场没有订单 订单在萎缩 市场没有需求 就产生不了那么多的工作量的需求 各行各业都一样 都一样 所以当下有工作的人 真的好好珍惜吧 2024年的下半年 这个经济寒冷程度 比上半年还要夸张 而且现在才9月 还没到过年 能够熬到今年过年的企业还是多少 2025年会迎来什么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大家好好珍惜吧 珍惜自己的工作岗位 珍惜你现在拥有的工作量 还要珍惜你的老板 希望你的老板可以努力的顶住 希望我们的市场能够多增加一些订单 大家的消费信心也多恢复恢复 前两天在办公室 我同事问我对上海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说句不该说的 我对上海的第一印象是 真的是太破了 我记得是17年的夏天 也是这个时候 我和我室友做了一夜的伙食 从老家来到了上海 然后又坐了10号线 从上海站到了江湾体育场 从江湾体育场地链站出来之后 真的就感到特别的失望 因为和自己想象中的上海太不一样了 之前的话 对上海的印象的话 就是繁华嘛 灯红永绿 在电视里面看到的也都是这样的 结果没有想到 自己来了之后才发现 并不是上海的每个地方都是这样的 我是17年的时候 我们当时就租在这边 国定路601弄嘛 当时从江湾体育场 我的高中同学把我带到我们出租屋的时候 悬着的心终于死了 只能这么说 因为当时我感觉那个出租屋 它真的是又黑又暗又破 而且主屋的那个床 它还塌了一半 我当时真的从小到大 就没有住过这么破的房子 就有了一个撤退的心思 但是又一想 自己都已经来了 现在撤退也太没面子了 怎么也得熬下去 就这样一熬就熬了七年 我在这边住了大概是第一年 我来上海是第一年 都是在这边坐过的 后来 还明白自己就是一个打工的 即使 城市繁不繁华 破不破 和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 咱们 即使是在繁华的地方 你去了之后你也消费不起 依旧是一个穷人 也算是一段比较美好的回忆吧 我对上海的第二个印象 就是我觉得他们这边的道路 路特别的窄 没有我们老家那么宽 后来想一想 也很合理 你越往实际去 你就会越发现上海的路就越窄 因为人家这边 毕竟是嵌土醉心的地方 路窄一点也能够理解了 马上又到我 苏的地方了 就是这栋楼 当时我们就租住在这栋楼上 424楼 住在4楼 印象特别的深刻 30坪的房子 三个人住3000块钱一个月 17年3000块钱一个月 也算是蛮贵的了 但是这边的地方也是还可以 招风比较方便 因为它靠近五角厂 购物比较方便 同时的话 它前面是复杂大学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上台 当时我高中同学的话 我就和我室友搬到我们现在租的那个地方了 这边的房子还都是翻修过的 没翻修之前更不错 它这个外观都是重新刷过漆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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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